一瓶2500块的红酒豪气家住饱满桂圆 在一起倒进搅拌机和红豆泥均匀结合 红酒酿桂圆月饼 专货入港知名肉包明店阿正肉包 中秋改卖起月饼 一口腰下馅料饱满这一颗100块 因为用料不俗红酒一瓶2500 桂圆一斤450块 中秋限定500盒肉包店改卖月饼 预计今年业绩可达四五十万 我从小到大我们家都是高品店 高品店每一年最忙最忙的时节 就是中秋节 一定全家长动员 可能跟你买饼是买去当伴手礼 买去当伴手礼是偶尔才会买一次 所以就慢慢慢慢转型做包子门头 阿正二代老板郑永峰六岁就开始 跟在爸爸旁边学做饼做肉包 在古早时代还有外国人特地来参观 以前的店面用简单竹子棚架搭起 做到现在已经是百年老店 今年重返月饼市场没有做蛋黄酥 只做郑永峰独爱的红酒酿桂圆月饼 另外一家业者也是不务正业 却做得很成功 烤箱里陆续拿出烤盘 蛋黄酥表面金黄飘香 员工包装的手也没停过 店家中秋订单去年十二月 就开始有人询问 一天制作三到四万颗 一天可以出产五千盒 特地从南投做踢成车过来买 今年也要再预言明年的 他的口感不俗就是比较大厂牌的 这家店老板是蒋介石总统御厨的传人 已经传到第三代 平时正业是卖披萨 中秋期间就卖月饼 今年虽然淡价和奶油都有涨 但老板坚持不涨 吸引不少客人抢购 TBH 陈志忠 彰化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